我鸟子 给我拉你 我鸟子 耶 耶 哦 因為這個隧道所以這個地方叫做Tunner Beach 隧道沙灘 哇 怎麼樣 哇 這裡風景好漂亮 是嗎 我們過來看 哈囉 哈囉 想知道我在做什麼嗎 就是一大塊雞胸肉 這是剛剛在超市買的 我們並不是說要吃這塊雞胸肉 而是今天晚上呢 我們要用這個雞胸肉去釉補小龍蝦 現在呢 我已經把那些調過料的雞肉裝進一個小袋子 等會兒 我們就用我們的補蝦籠 這是我們的補蝦籠 把這個釉耳放進籠子裡面 龍蝦聞到味道 從籠子進去 然後出不來 耶 等會兒在哪下籠子呢 那邊 到那邊去是吧 那邊更多對吧 咱們先走一遍 先看一下這塊情況 好 然後看哪是值得下籠子的 對 因為我覺得呢 就是這片湖裡面呢 一定是有的 對 但是 小龍蝦呢 我的感覺它還是比較喜歡水草多的地方 可是這裡面沒有水草 我們先往那邊走一下 然後看看那邊 我們現在要再往前走一點 因為今天來的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人工湖 它這個湖的這一邊呢 有一個循環進水口 就是會有很多垃圾樹葉堆在那裡 這種地方呢 小龍蝦它就有躲藏的地方 所以我們到那邊去下籠下籠子 先下網刀 好 把咱們的那個網刀拿出來 看 就這樣的籠子 咱們有一根繩 把我那籠子拴起來 很簡單 就往這個水裡一拋 OK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 我記得我釣過小龍蝦的 釣小龍蝦特別簡單 你知道在繩子上把那塊肉 它就會拿鉗子 鉗住那塊肉 然後你把它慢慢地拔出水面 拔出水面 趁它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 拿一個網刀 在底下一接 它一跳就捉住了 我看到 對 你把光拿開 你把光拿開 對 我來 這兒 看到了嗎 看到 對 新西蘭的小龍蝦是從哪裡來的呢 新西蘭的小龍蝦 應該也是 外國 物種入侵 就像中國的小龍蝦一樣 我感覺有龍蝦咬住了 我現在要慢慢拔上來 因為拔起來的是有重量的 感覺 感覺 有 超級大的一隻龍蝦 你看看它現在就鬆手了 你看它們的錢上是刀刺的 這是新西蘭的小龍蝦很不一樣 它的全身長很多尖刺 尤其是兩個鉗子 你看它兩個鉗子上有很多很多小小的刺 不一樣 跟中國的那個小龍蝦不一樣 不一樣 好奇怪 不過這一隻好像很肥美的樣子 看 讓它爬一爬 很生活的 看 生猛的小龍蝦 線都崩直了 把肉都拖到水草裡去了 這些蝦真的是很討厭 一會兒不來 它在晃動 它在晃動 而且它在上面 一二 過來 兩隻 一隻 一次釣到兩隻 太過癮了 太過癮了 所以 所以我現在發現了 你知道 我發現有什麼訣竅 你知道嗎 就是肉一定得大 接下來的話 我要嘗試一個 串鉤釣龍蝦 我得給它串一串肉 等會兒咱們上來的時候 就是七八隻龍蝦 哈哈哈哈 釣龍蝦這事兒 龍蝦殺手 哈哈 光哥以後要變成龍蝦殺手了 現在 我自己都笑了 我跟你說 剛才一塊雞肉 釣兩隻龍蝦 現在呢 我綁了五塊雞肉 我覺得 有可能下次上來就是八隻 OK 用我 等我們實地來檢驗一下 好 現在幾分鐘過去了 我們去看一下 收穫怎麼樣 我希望 上面已經五六隻龍蝦了 我可以一次馬上釣上來 多隻 只上來一隻 但挺大的 只釣上來一隻 好 下去下去 OK 現在我們已經釣到四隻龍蝦了 我在想 可能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四隻龍蝦 都是在這裡釣的 可能這裡龍蝦已經下到了 咱們換個例子 到這個角 好 OK 只有一隻 我感覺好像看到 有一隻逃跑了 只有一隻小小的 只有一隻小小的 好 看一下這一邊的收穫 這是一個新的池子 OK 上來一隻 這邊 我現在掛五塊肉 都沒什麼 蝦呢 是不是 小龍蝦現在 在正中間 我覺得因為你的肉泡久了 你那個蝦粉 就那個味道就弱了 對 我覺得還是虧了 我那半袋蝦粉 忘記帶了 掉了兩隻 掉了一隻還是兩隻 一兩隻 你看 咱們至少掉了 抓上來兩隻 掉了兩隻 一隻 一隻 兩隻 可以 不錯吧 其實我覺得不用等太久 兩三分鐘 就可以拉起來 就可以拉起來 對 放上籠子 好 理論上來說是放得越久 蝦就會越多 但是呢 比較心急啊 所以咱們還是看一下收穫 哇 哇 有幾隻 有一隻大的 有兩隻 有三隻 哎呀呀呀 我現在要把它桌出來 把它放進來 我們的 都 哎呀挺大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龍蝦 你看哈 它夾住了 我使勁拔它 拔不動 所以它力氣很大 我得小心不要被它給夾著了 不然的話 應該很痛的 好 咱們繼續把這個籠子 換一個池子 放到這邊 大池子去 哎呀 或者放這邊也行 因為剛才這兩個池子還是分隔的 所以 應該 龍蝦這邊 如果有的話 還是很多 好 OK 燈 放的時間不長 只有一隻 只有一隻比較聰明的大蝦 掉進去了 挺大的 挺大的 超大的一隻 嗯 哎呀 好了 繼續拍 咱們 今天晚上呢 沒有辦法在這等太久了 我打算把這些 剩下的誘餌 全部 都塞進去 然後呢 咱明天早上 再來收 希望明天早上過來呀 好 籠子都裝不下了 今晚可能會笑醒 OK 到了 昨天 我們的籠子已經放了一整個晚上了 那我覺得最好的結果就是 瞎把籠子裝滿了 當然 可能進口水可能裝滿了 幾乎為零 幾乎為零 好了 趕緊多整一點 今天就吃麻辣小籠蝦 我跟妳說我瞇著眼睛都知道 它至少超過八隻 絕對很多的 百分百 滿了 天哪 我剛才說幾隻來著 三隻 你也太省了 哎呀 太憂喪了 我本來是希望能夠 得個幾公斤的 再差也得十隻八隻啊 才得四隻 本來的 本來是正餐 現在變成了零食 哈哈哈哈 走了回去了 吃吃小龍蝦了 光哥現在心情很不好 這是呢 我們昨天晚上 哎呦 和今天早上做到的 新西蘭小龍蝦 我現在要把這些小龍蝦 清理一下 把它刷一刷乾淨 那等會呢 我們就可以用來麻辣小龍蝦 我現在準備做咱們抓的這個小龍蝦 然後我想用麻辣的做法去做 有少許的底油 再炒香這些剩下的料 大概炒成什麼樣子可以出鍋呢 啊 我們炒好了以後 還要再加水 加醬油 然後還要讓它再燜一會兒 讓它收汁 今天一封做的 十三香麻辣小龍蝦 不麻不辣麻辣小龍蝦 哈哈哈哈 就是也很難得吧 在新西蘭吃這個菜 是吧 吃在咱們國內 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新西蘭這個很難得 而且這蝦呢 是 就是在新西蘭 看昨天和今天早上 剛做到的 特別的新鮮 我在國內吃過這個小龍蝦 看看這跟國內吃的 什麼不一樣 還不錯 是嗎 會很辣嗎 沒有特別辣 就稍微有一點辣 但我覺得這個辣度控制的還挺好 對 那有龍蝦的那種腥的味道嗎 沒有 完全沒有腥的味道 那就好 我忍不住要吃第二隻 再來一隻 嗯 吃到後面是嘴頭甜的 嗯 你放了多少辣椒 不少 放了不少 哈哈哈 果然是下了重料的 因為我怕它會有那個 土和龍蝦的味道 對 所以要遮一下這個味道 嗯 我覺得一定要加上這個汁 嗯 對 對 對 看起來你吃還是挺享受的 嗯 能夠打多少分呢 我覺得 有個八十分呢 不錯 滿分八十分 它給我打八十分 對 真好真好 嗯 能在西西蘭吃到這麻辣小龍蝦 這是什麼待遇啊 你說是吧 對 但也就咱們中國人吃這些東西了 對 它這邊的人不吃 嗯 但是因為 這個小龍蝦好像在西西蘭也是入侵物種 也是的 對 所以我們也算是為新西蘭人民為名除害 沒錯 那你多吃點吧 都是你的了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嚐一下